作词 李宗盛 每篇线已正式开通频道会员功能 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 解锁更多福利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我的九个朋友八个已经离婚 还剩一个在强撑 背后教训令人心痛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在后台说到一个读者的星宿 他是老国企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自幼就有一帮玩得特别好的朋友 有男生也有女生 今年让大家都体会到了生命无常和人生短暂 八月份 在自幼就被称为孩子王的那个发小的张罗霞 一块长大的十五个人 终于凑在一起聚了一场 一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 谈往事一当年 后来越喝越高都原形毕露 不再设防 有个发小突然泪流满面地说 干杯 为我恢复自由身 大家一问才知道 这个女生打了两年离婚官司 终于把渣男前夫赶出了家门 大家正在唏嘘 另一个也猛灌一口酒 没有通知各位 哥们去年也离婚了 只是为了孩子 离婚不离家 剩下的那帮人 一个个也都撂了大实话 其实我也在办离婚手续 我离婚三年了 假装很幸福 我离婚后又再婚了 生了二胎 刚满两岁 我今婚第二年就离婚了 因为我不能喜欢异性 抱歉骗了大家这么久 说完这些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 面面相去 然后要喝着干杯干杯 咕咚咕咚喝下去 桌上的几个女生先哭了 女生哭完 男生也哭了 他们十个 小时候住在前后两栋楼上 玩得最好 关系最铁 如今八个都离婚了 从那次据算到现在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他说 一想起大家 当天喝酒流泪的样子 还有这么多人离婚 他还像做梦一样 贤正树先生说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在婚姻这座城里 进进出出 其实一直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也不必大惊小怪 但婚姻中 仍有一些共性的误区 是可以探讨的 这些误区 就是婚姻中 最容易掉进去的坑 我总结了下面六条 愿你们能比开 没想清楚就结婚 把你死定了 一百个倾诉婚姻不幸的人 九十个人在一开始 就没想清楚 剩下的十个 以为自己想清楚了 事实证明 也高估了自己 年龄大了 父母催得急 我也没想清楚 就结了婚 失恋了 最爱的人不爱我了 正好遇见他 没多想就结婚了 工作不稳定 也没有房子 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漂泊 特别需要一个伴 没有看清他是怎样的人 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被人烟裹挟 被失恋折磨 被金钱逼迫 甚至 仅仅是别人都结婚了 那我也结吧 很多婚姻之所以不幸 在第一步就数定了 不清楚自己 想要怎样的生活 看不到牵手的这个人 有什么优劣 更不明白 这段婚姻的结合 会给今后的人生 带来怎样 正反了面的结果 然后步入婚姻后 面对一地鸡毛 开始抱怨自己眼瞎 指责对方坏货 真相呢 真相是你自己亲手 种下了一片荆棘 它怎么可能 开出一片百合 比离婚冷静期 更重要的是 结婚冷静期 年少时 我们都会看得不够轻 不够远 不够明白 但在婚姻这件大事上 还是要多给自己 一点时间去问问 我喜欢对方什么 对方喜欢我什么 我的缺点和劣势是什么 对方的毛病和问题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些问题如果扩大 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我能不能承受这些后果 便有能力和信心 把它们一点点修成正果 问一问自己 虽然爱情是奢侈品 但迷迷糊糊的婚姻 一定是消耗品 不要等自己被掏空了 才明白婚姻是一场因果 总想改变对方 注定是要失望的 夫妻之间的一切矛盾 归根结底是权力斗争 你爱我的话 就会听我的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错 否则就是看不起我 我认为是对的 你不听就是错 真是够了 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嫁娶你 真是倒八辈子没了 你如果再犯一次这样的错 我就死给你看 或者我就杀了你 但凡种种就是控制和绑架 用语言的强势打击对方 试图让伴侣臣服于我们 用情感的勒索 恐吓对方 试图让爱人臣服于我们 只是我们可以驯服一条狗 但无法驯服一个人 除非他 心甘情愿地主动改变 而一切阴奉阳违的改变 都预示着更大的灾难 那么我们为什么 总爱控制伴侣呢 控制本质是一种 自处低下的难堪 我们知道自己弱 又不愿意承认 就用貌似强势的叫嚣 来遮掩这种难堪 这种弱 可能是心理上的缺爱 也可能是经济上的无能 还可能是自己内心 潜伏太深的焦虑和错误 所以 根之弱的方法 并非是改变对方 而是强大自己 当我们强大了自己 不管是用花衣裳 和好食物给自己爱 还是挣很多钱 满足安全感 抑或仅仅是学会 平和了情绪 不慌不忙地做事 我们都会发现 乱侣还是那个乱侣 而我们看它 忽然顺眼了许多 为什么 当我们自己 不再兵荒马乱 我们的岁月 才能静好平安 所有关系 都是从我们内心出发 向外延伸那条线 而亲密关系这条线 最能照见我们内心 是稳妥还是不安 爱说宏大理论的人 回家请闭嘴 有一个读者曾问我 你经常看书写文 会拿书上 或者写的那一套 要求丈夫和孩子吗 不要吧 回到家中 我只想当个不让家人 讨厌的普通人 婚姻不是理论 而是细节 生活不是书本 而是冷暖 懂得那么多道理 也过不好这一生 就是因为没有切身地 投入到家庭 脚脚落落的建设中 一个动不动就和家人 谈这主意 那理论的人 是非常不讨人喜欢的 因为家是一个 充满人性味的地方 不是学术论坛 更不是谁赢了谁就光荣 和爱说宏大理论的人 一样让人讨厌的 还有特别爱说空理想的人 我要创业 我要投资 我要当老板 我要挣大钱 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然后大话都说了 理想都落空了 家里连房贷都还不上了 那个讨厌的家伙 还在一屁股债中 做着我要发大财的 千秋大梦 踏实靠谱 不装腔做事 不好高欧远 不攀比虚荣 不卖弄才华 不天天把好脸色 都给外人 臭脾气都给家人 不做黄粮一梦 而负起责任 让家人夜夜好梦 这就是最好的伴侣 爱诋毁伴侣的人 都在诅咒自己 结婚二十年的一个姐姐 和我分享自己的幸福秘诀 只说了一条 像维护自己一样 维护伴侣 她说 她从来不贪护孩子 特别 担护 丈夫 自己的父亲母亲 兄弟姐妹 无论是谁在背后 偷偷说丈夫的坏话 她都要第一时间站出来 替丈夫辩护 更不要说 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 就因为这 她还和爱笑话别人的 亲哥哥大吵了一家 从此以后 家族里再也没人敢欺负她丈夫 也正是因为她这 她婆家人 也从不敢难为她 因为感受到她的在乎 丈夫也像她一样护肚子 不得不承认 对某些人来说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 因为她是你们小家的 定海神针 也藏着你这一生的 转云秘籍 父母会老去消失 孩子会成家立业 兄弟姊妹最后都各自为家 唯有身边这个不够完美的爱人 才会陪你走完一生 你所有的忍辱负重 都在给自己找病 我看过一篇文说 女性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是忍辱负重 从婆家的家长里短 到娘家的大小事物 从孩子的作业学习 到家中的装修家务 都是你一个人干 时间长了 你不是身体出问题 就是情绪生大病 更要命的 是另一种女性 大小事都让她干了 干完后她又指责男人 什么也不干 结果 活也干了 恶人也当了 家里还整天鸡选不宁 好女人 要学会坚定不移地甩包袱 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 被压榨的男性 坚定而温和地 用言语和行动 告诉你的伴侣 这个家不是你一个人的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私有大小麻烦 都不是你一个人的 她必须分担 这分担 可以是金钱上的投入 雇人来做 也可以是她自己 接手分工合作 当然 你也要给对方时间和耐心 让她从零开始决 从不会做到慢慢会做 在鼓励和肯定中 让她担起该父的职责 要知道 很多女性最大困境 并非家庭和事业坚固 而是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 二队友 懒得相助 婚姻中 忍辱负重 不是一种美德 不懂得深爱自己的人 本质上也没法 很好的爱家人 因为她内心有着太多苦 能量也是挺质的 别当这样的人 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但你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 除了从婚姻生活的细节出 生出的苔藓般的琐碎问题 婚姻中还会面对一些 赌流氧的症状 她贫乏出轨 我要不要离婚 她家暴了我 我要不要离开她 她赌博上瘾 输掉了一百多万 我能不能离开她 她贪姆虚荣 借下了很多网贷 我能不能丢下她不管 恕我直言 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能 或不能来回答的 它们背后是 能力的彰显 赚钱力 决别力 和选择力 这三种能力 综合为离婚力 你有钱 够狠心 选择后 不管今后过得好坏 都不会后悔 那还啰嗦什么 保存证据 聘行律师 运用法律 打响这离婚保卫战 你没钱 性格软弱 坐视瞻前顾后 一边抱怨人渣 一边想念她的好 一边说离婚 一边又暖床 一边说坚决离开 一边又觉得离婚了更不幸 那还离什么魂 在能力面前 一些愿望都不值得一提 包括离婚 越智慧的人 越不劝别人结婚 也不劝别人离婚 因为这里面 除了缘分和时运 归根结地 是一种能力 话又说回来 有能力的人 毕竟是少数的 大多数人 不得不隐忍地活着 但是 那些长夜痛哭的人 被婚姻起初病患的人 因婚姻而自伤和伤人的人 也在用事实诉说 夫妻之间 我们可以不把那些出轨的 家暴的 沾染恶习的伴侣的过错 烂到自己身上 但我们最难过的一关 是因为他们的这些恶行 对我们心理和精神的挑战 所以 心理学上有句话说 你不必为别人的行为负责 但你要为别人的行为 给你带来的糟糕和情绪负责 文章的最后 很想和所有亲爱的朋友们 分享一个我和好朋友的对话 她离婚了 如今一个人独自坚强着 你后悔离婚吗 不后悔 但如果再选择一次 我不会再离婚 而是从一开始就保持足够的独立和清醒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婚恋中的人们 这不是一篇轻松的文字 感谢你们看到最后 愿你们在爱和被爱中 拥有成熟的人格 拥抱幸福的人生 更愿你们点个赞 并分享给更多人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私信交流哦 期待与你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